麥片炮君 伍子山, 她是廣東合中電影工業公司 在中華民國 22 年 4 月。 由理化導演 和明星, 省城畫劇演員 盧敦, 上海天一美女 明星 李麗蓮, 省城大新公司 天台遊樂 牆獄 感染 母女 靈子鋪圖, 齊齊拉大隊 離香港 乘太古洋港 泳州 輪大洋船, 在中華民國 22 年 4 月 30 日 到海南島 海口, 住在橋箱旅店。 那晚海南島 警備女 女長 陳漢光 先生 設現 劇組洗塵。 中華民國 22 年 5 月 1 日 到海口 各個學校 押 組織 阿帕斯 鏡頭。 中華民國 22 年 5 月 2 日 中華民國 22 年 5 月 2 日 到海南島 福地拍攝。 那時 日日 到二島 城市 三十二島。 他們 有醫生 陪同。 你 尤海口 耀 五 日 到 尼人旅 最一條 公尤晚 名囊皇帝殿。 沿山 征站 ! 露田х巨鳳 和泡沙 、又 吸血毒蚊 、 早上 晚 入口 氣了。 您 的例子 身份 要 在 黃帝殿 踩入一星期由個女廟幅長萬 squirrel 拍 劇劇。 又有一個鏡頭都拍不到。 李麗蓮還幾乎連人帶馬, 響風林嶺跌糕死! 因為他們行遠崖山徑, 李麗蓮在騎那匹馬失題, 馬前兩題嫁難落到崖邊, 幸好李法導演都被拉, 用盡飲奶之力拉著馬薑繩等馬家機一躍跳起來, 後來李麗蓮不小心踩到毒野豬陷阱 , 幸好被泥徒模斯救回! 幸好被泥徒模斯救回! 阿爺個人碎老母, 阿爺在省城永漢奧的永漢戲院看過這齣影畫劇, 他專門拍拉蒙和聯美西片, 唐片就專映上海天一小老闆。 影畫背景是海南島福地果的花面黎族山芬。 他們好嫩無啦野民,動下就捅人,燒人和食人肉。 故事講盧敦與她的女朋友李麗蓮,受拼齊齊來海南島探測礦產。 被那條大路花面黎女愛上了。 收尾悲劇收場,搖花面黎女死狗了。